有一天,三只鬼在街上飘荡的时候遇到了上帝,他们对上帝说,他们都死得很惨,希望让他们上天堂。 上帝很无奈地说,现在天堂的住户太多,已经爆满,但现在还有一个名额,你们说吧,看谁死得最惨,就让谁上天堂。 于是,第一个鬼开始说了,我生前是一个清洁工,工作很辛苦的,从早忙到晚,有一天,我正在一栋大厦外面擦玻璃,是那种掉在外面的高空危险工作,在地三十多楼,突然,我脚一滑,失足掉下去了,我想,完了,要死了,但求生本能让我在无一时地乱抓。 很幸运地,我抓住了一个阳台的栏杆在十三楼,我想,有救了,于是想等缓过劲后爬上去,哪知,突然有人把我的手一圈,我又掉下去了,我想,这一下我真的完了,但是,我命不该决,底下有一个帐篷接住了我,我庆幸前是肯定接了的,想等缓过劲就下去,谁知,上面掉下来一个冰箱,把我砸死了, 第二个鬼说,我生前是一个文员,什么都好,我有一个老婆,很漂亮,身材很棒,但就是有点水星洋花,我有轻微的心脏病,有一天上班忘了带药,我回家去拿,一进门,看见老婆头发散乱,衣衫不整,肯定有肩负,于是我满屋找,厨房也找,厕所也找,都没找到, 到了阳台,我发现有两只手爬在栏杆上,我想,肩负,于是把她的手一圈,心想,十三楼,看摔不死你,结果等我一看,居然没死,被帐篷接住了, 我着急,于是满屋找,进了厨房,发现冰箱够大,于是把冰箱扔下去,终于把她砸死了,我当时太高兴了,大笑不止,谁知笑得心肌梗塞,笑死了,第三个鬼说, 我生前是个小混混,但我没做过什么坏事,有一天,我到一个女性朋友家里晃,刚办完事,她老公突然回来,我必须找地方藏起来,最后发现,他们家冰箱挺大的,于是我就躲进冰箱里,我就不明白,她老公怎么知道我在冰箱里,她居然把冰箱从十三楼给扔下去了,我就这样,连人带冰箱摔死了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村交我